一人山珠在11年前发现罹患红斑性狼疮 目前靠着药物以及定期回诊控制病情 禁于他发文透露自己长期打呼声过大 但一直都觉得是正常现象 毕竟谁睡觉不打呼 然而山珠接受了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检查后 发现一个晚上竟然出现19次呼吸暂停的情况 检查后才了解打呼可能是呼吸道 过于狭窄造成的 不止因为导致血液氧气不足 身体还容易感到疲累 而长期睡眠质量不佳 还会对心脏造成负担 引起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山珠谈言早上起床时的确经常感到疲惫 自嘲自己解锁了好多不该有的成就 包括心肌梗塞 高血压 心悸 维持到逆流 肥胖 记忆力差 白天精神不济 记忆力不集中等 希望借由自身经验提醒网友们 如果有类似病症 一定要积极寻求治疗